好 那另外一头就是波兰的一个角色 波兰总统不是刚访华吗 那访华之后呢 有些大动作 先是他们的内政部长六月初以来 那主要是波兰压力很大啦 因为这个白俄的这个非法移民很多 但是六月之后呢 非法移民好像大幅下降 那白俄总统这个杜达要求中方 对白俄和俄罗斯施压缓解移民的问题 那七月二号你看到波兰 他关闭了这个波白边境的一个铁路 过境通道33小时 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虽然只有33小时 但是我们看到在中方的看法很不一般 因为认为这个波兰借着这个事情 威胁中国要切断中欧班历 会切断吗 当然你说一下子断不可能 所以先关个33小时 那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 白俄当然很重要 中国货物通往欧盟的唯一铁路通道 而这个路线今年第一季 它的整个货柜运输量 一下子成长了89% 你就知道多重要 所以这个波兰也是一个掐喉的概念 问题是他的总统才刚刚访华 对我想这个大概都是有一些小的纠纷 不过你要看这些国家的大的政策 大的政策 当然中国大陆前这个上个月吧 这个月的前半期 中国大陆第一次跟白俄罗斯进行军演 联合军演在白俄罗斯进行军演 我想这个对整个欧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那因为这是首次 而且白俄罗斯现在基本上是俄罗斯的同盟 那中国的军队直接在白俄罗斯出现 那很多外面就在猜 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战略的转移 就是说整个全球战略的转移 那么把这个军事力量不但收到 升到白令海峡 直接进入欧洲的新帐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 不过其实波兰这个 他的这个杜达访华的那个中间 他其实大部分是希望是经济方面的一种合作 而且他也希望中国的电动车到波兰去投资 波兰这个国家事实上的话 他们这个策略是非常灵活的 这国家的策略非常灵活 我以前跟他们这个进行过战略对谈 他们像我们都 我们台湾很少谈战略 因为我们没有战略 我们说实话你现在 你说现在赖清的政府有战略吗 他只有一个战略 报警美国大腿 对可是波兰他非常清楚 他要在就跟就跟这个新加坡一样 他们有其强的战略思维 他们现在走的路是要脱离欧洲 欧盟对他的这种控制 因为他加入欧盟以后 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欧盟不但是怎么讲呢 体制上你要跟他配合 还有很多价值上也要欧洲跟他配合 因为你现在欧盟你去看 欧盟的精神什么 欧盟的精神是欧洲的什么 共同价值 所以这些共同价值对一个 怎么讲呢 对一个天主教保守派的一个波兰 就跟匈牙利一样来讲 他们认为这个是 欧盟对他的社会的渗透太多了 所以他现在跟欧盟的冲突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欧盟的很多法令 有关这些人权 人权大部分是性别认同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有关这些 这种社会价值这种法令 这个波兰抗拒的非常厉害 所以他们事实上已经准备怎么讲了 走自己的道路 走自己的道路 那要发展经济的话 他看到临近的国家 塞尔维亚 这个匈牙利 整个国家经济 几乎上的希望都来自中国大陆 波兰跟中国大陆关系是不差的 整体关系是不差的 所以我是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如果有这些 有这些磕磕碰碰 这是难免的 这是难免 可是如果说要用中国大陆 作为影响跟这个白俄罗斯 跟俄罗斯间的一个杠杆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点夸大 有点夸大 因为这些部分事实上的话 他如果要用跟中国的关系 来作为他调整跟这些 白俄罗斯跟俄罗关系 我觉得会得不偿失 对当然这个波兰跟俄罗斯的这个矛盾是很大 那亚美尼亚现在也跟俄罗斯这个出现了矛盾 因为亚美尼亚你记得 你记得前两年他跟这个亚塞拜人打仗 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这里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人种是比较复杂的 他还有怎么样 他还有这些土耳其的血统 还有这些亚美尼亚人跟土耳其也是事不了力的 那这里面俄罗斯事实上 现在这个亚美尼亚跟这个亚塞拜人 这个和平里面的维和部队 是俄罗斯的不对 所以俄罗斯把这个区块当作他什么 势力范围 那你现在欧盟想要插进去的话 他对俄罗斯 俄罗斯为什么要插入这两 这两个国家 过去是他加盟共和国 他独立以后 他基本上是跟他的国家安全 是在绑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战争最后的调节 最后今天维持和平 是俄罗斯直接军事在这边做缓冲 所以是他的进来 那现在亚美尼亚事实上 基本上他接受欧盟的援助 其实不是欧盟的问题 是亚美尼亚的问题 所以这个克工讲的话 当然好话讲在前面 那也讲得蛮直白的 亚美尼亚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吗 他就是叫警告亚美尼亚 他警告亚美尼亚 因为这个一千万也不是多大的数目 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你亚美尼亚今天跟欧盟开始接触的话 对俄罗斯就是一个警讯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他知道欧洲人 要打进俄罗斯的传统地盘的话 一开始进来后面就是说 一样啊还是你加入北约 要这个防范于未然 对啊你加入北约 加入北约你就是学 你就是走基辅的路 基辅就是因为 就是老师想加入北约 最后让怎么样 就让北约 让基辅嵌入今天的战火 大家当初都没有想到 俄罗斯真的会动手 所以这个警告 是很严厉的警告 对你不要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这个你亚美尼亚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对好自己看着办 好我让基达舍来讲一下好不好 一个是这个我们看到亚美尼亚 这个国家虽然小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很独特 那他过去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很好嘛 但现在他要跟这个美国军演啊等等 感觉上这个意向转了 那欧盟理事会呢 最近表示要向亚美尼亚军队提供一千万欧元的援助 你就看到这个客工的发言人讲了一大篇 那当然一大篇里面好话还是放在前面 就是拉关系 他讲的 他的用词还蛮柔软的啦 亚美尼亚我们把它看成 还是我们的盟友啊 我们的兄弟国家等等之类的 然后最后有讲一句 不希望去学基辅 不希望去学基辅 他们曾经选择过的管道 看看现在的乌克兰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